那個邪靈入侵,我們怎麼知道有沒有邪靈入侵自己? 邪靈啊,你脾氣不好就是邪靈入侵了 那個脾氣本身就是邪靈 你也不必去理什麼邪靈入侵 有時候我們自己就是邪靈,還怕邪靈入侵 人家還怕我,懂得是嗎? 就是因為有惡戀就招感到這個 惡靈本身就是邪靈 就招感到這個 同意是嗎? 學法的人可以弄得很簡單 不學法的人我可以講得很複雜 對不對?那個邪靈怎麼判斷 你要麻麻的,我們吃吃的啊 從這裡大罪進來,是命門進來的啊 都有啊,還有輝音進來的 對不對? 對 你管那麼多幹什麼呢? 管那麼多,最後邪靈還是入侵了 你知道那麼多也不代表邪靈就不入侵了 所以其實你殊不知最大的一個邪靈就是我自己 啊我自己都是最大的邪靈了 我還怕哪個邪靈目前 他進來他還倒楣咧,我告訴你 對,因為我的惡比他惡啊 對,闖錯門 懂我意思嗎?所以對修行人不需要這樣 就是把內在的 惡,三惡嘛 心中 心中三惡原來照 切除掉就好了 就不會有邪靈 那當然你剛剛講也沒錯 感應稻礁啊 對啊 那了解感應稻礁了 邪靈還是要來入侵啊 也解決不了 對不對?這叫做分析 他不是不對 對,可是對一個修行人 往那邊探索越多 他的實質的修持就越少 對不對?修行人是怎麼樣?很簡單 話反則簡單 另外跟我 師傅 那個邪靈的問題我比較不關心啊 我的脾氣應不應該存在 師傅跟你講不應該 那我知道了 以後我不會有壞脾氣 修行人是這樣 你知道嗎?我告訴你 當他這樣的時候 他自己就知道 所有邪靈入不入侵的原理原則 因為他自信自慧就出來了嘛 懂意思嗎? 那個叫智慧 你們每個人都有的那個能力 所以 但除障 你只要把障礙除掉就好了 你本真啊 你本來就是真 對不對? 本來就是 你們講真實啦 如來玩對不對? 本來就是圓滿智慧啦 這樣講 那既然是圓滿智慧 是不是你本來就會知道 對不對?你那時候是出類旁通啊 出類旁通啊 你沒接觸到你會不知道啊 你一接觸到你就知道啊 因為那是我們自信智慧的作用 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們會問出來的 知道的 有可能百分之九十九都由於 在你那個那一端已經變知識常識而已 知識常識解決不了啊 解決不了你的問題啊 還在啊 那你要先解決你的問題 你自信自慧出來 你自然自己就知道很多 這樣可以明白嗎? 所以你看你身邊都是善遠 明白了 明白就是要去落實啊 對不對? 其實那個師傅在那個 常熟的時候都把都講了那個 我把錄音聽了好幾遍 才聽到一點點感覺 就是一個定一個符 就兩個符合 就一個運作運作 後來就知道了 就是我們自己糊塗的 把這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越搞越複雜越難 這個也不一定叫糊塗啦 就是剛剛講的 沒有意願去執行 所以你叫落實 就是他這個東西 你沒有意願去執行 一執行就有了啊 沒執行管你踢一百年 一千年都沒用 所以修行呢 那個行很重要耶 好幾遍 就是你在哪里 好的 好的 好的